欢迎回来国际消息方面 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的防疫政策 是的 中国今天宣布 放宽部分新冠肺炎防疫限制 包括缩短入境隔离期 缩短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等等 但是强调会坚持贯彻 动态清零总方针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公布 进一步优化防控的20条措施 当局决定取消入境航班 熔断机制 登机之前的48小时内 只需要出示一次核酸检测 阴性的证明 至于入境人员 也从7天集中隔离 和3天居家健康检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 和3天居家隔离 在封闭环境工作的人员 也会缩短隔离期 中国放宽了防疫措施的消息 传出之后带动市场表现 香港主要股票的指数飙升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午开盘之后 涨幅将近8% 恒生指数也上涨了7.5% 不过当局强调 中国境内的疫情依然严重 放宽防疫措施 并不意味着放松管控 而是适应疫情防控的新形势 希望能够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刺激经济 能够提供문 提供不得